篇篇 咱你拿走吧 雨很大 主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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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有点照亮 我扶你进去 我早就和你说过 去找叶家和魏家 是没有用的 他们是根本 不可能教你的 我现在知道了 没想到 你宗寿老师父 是被我们日本人 给害死的 难怪他们 对我这么的反感 抗拒 主内军 你别想那么多了 我不得不想 慧子 我家族的制药生意 急紧凋零 如果我不能学到 一时金创伞的制作方式 我就无法挽救 家族的制药生意 到时候 我的家族 可能就会从此 一蹶不振 但是主内军 你现在病成这样 将来 如果真的有机会 去中国人那里 学习制药 你能学好吗 所以 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好好休息 我相信 以后一定会有机会的 谢谢你慧子 跟你聊了聊 我就感觉好多了 那你先休息 我去给你熬粥 谢谢你慧子 赶快休息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内军 只要一看见你的父母 我就难以心中的怒火 我诅咒他们 我恨他们 我永远不会忘记 他们当年是怎么把我赶出来的 慧子 你是不是在供应我们军燕少爷 夫人 绝对没有 少爷对其他人都一样 对我跟其他人也都是一样的 别装了 你的那点心思 我们大家都看得出来 你是想嫁给军燕 以后你就不用再受苦了 夫人 我 住口 你什么 你别忘了 我们好心收留你 你爹 是个贼 你娘是妓女 他们谁都不管你 让你流落街头 是我们好心收留了你 你不但不报恩 反而勾引我们军燕 想做我们竹内家的媳妇 你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夫人 没有 我没有 我们已经忍了很久了 希望你能改好 但你不但不改 还变本加厉 你的所作所为 已经严重影响了竹内家族的声誉 我们绝对不允许你这样的下人存在 老爷 夫人 我求求你们别赶我走 我走了以后 我能去哪儿啊 夫人 我求求你 别赶我走 像你这种妖魅的女人 留在我们竹内家 也是我们竹内家的祸害 不用多说了 你马上离开竹内家 把她带出去 快 夫人 别赶我走 走 夫人 别赶我走 老爷 别走 夫人 不要跟我走啊 走 朱内君 我对你的爱是真心的 你父母居然这么狠心把我赶走 我好恨他们 贵子 你怎么在这儿啊 贵子 怎么了 你别哭啊 贵子 发生什么事了 少爷 老爷 老爷 老爷跟夫人 把我赶出来了 我父母把你赶出来了 为什么 他们说少爷对我特别照顾 所以不让我再跟你接近 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你是女孩子 我照顾你是应该的 而且我对家里的其他下人 你是一视同仁 他们肯定是误会了 别哭了 我带你回去 跟他们解释清楚 没用的 少爷 老爷跟夫人 他们已经不相信我了 虽然这次让我回去 可是等你下次出门 他们还是一夜会把我赶出来的 那你以后有什么打色吗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少爷 你不用担心我 我会照顾好我自己 我离开以后 还可以再给你写信吗 当然 好 慧子 我身上就这么多钱了 你都拿去 少爷 你拿着 你是因为我被赶住主内家的 路上你需要用钱 这个是灵门寺的平安符 我把它送给你 希望它能保你平安 Wide mother 日后有什么地方 需要我的帮助 你就写信给我 我一定会帮助你 谢谢少爷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对你的感情 一直没有变过 但是对你父母的仇恨 我也更加不会忘记 他们当年这样对我 我一定会让他们后悔的 你醒了 惠子 这个平安符 你还戴在身上 这是主内军送给我的 我一直都戴在身上 离开主内军这么多年 我发生了很多事情 所以我一直相信 正是因为主内军 送我的这个平安符 我才能活到现在 是吗 很多事情 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等一下 我去给你倒杯水 我去给你倒杯水 让开 让开 让开啊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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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娘让我们置办东西 又不放心 左盯住 右盯住 我耳朵都洗脑捡了 这些事情 以前都是大哥做的 现在药房和武馆这么忙 我们当然应该给大哥分担一些 只要我们把事情做好 以后二娘啊 会把这些事情 放心地交给我们去做的 嗯 嗯 这什么东西啊 看看 这个 好像不是中国人的东西 哦 你看这花 好像是日本人的 丢了 哎 姐 你干嘛扔了 那本人的东西我不想碰 姐 它只不过是个钱包嘛 留着吧 也许施主这着急找呢 到时候再物归原主吧 走吧 我不走 我要在这儿等施主 人家着急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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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看这个人像不像日本女人 这个钱包应该就是他的吧 哎 哎 你干嘛 你要去跟他说话 姐 我就是去问问人家 钱包是不是他的 是他的就还给人家呗 爹从小就教育我们 持金不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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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哎 小姐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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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是我的钱包 哎 哎 我在街上捡的 哦 那谢谢你了 还给我吧 哦 哦 还给你 哎 哦 等等 这钱包里面有什么呀 你们看过钱包里的东西 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没看 哎 姐 钱包是人家的 你就还给人家吧 哎 给你 谢谢 谢谢你们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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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看什么呢 啊 姐 这个日本女人真漂亮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你真没出息的 我看他呀 也绝对不是什么好人 自己家里不待着 跑中国来干什么 现在中国人 可是恨死日本人了 霸占我们东北三省 他一个人 还敢出来招摇过世 姐 也不是所有日本人 都是坏人吧 你竟然敢这么说 怎么样 回去我告诉爹娘去 就说 就说你帮日本人说话 姐姐姐 好了好了好了 你千万别告诉他们 要不爹娘会不高兴的 我就是要让他们来骂你 姐 我求求你们别告诉他们 姐 你只要不把今天的事 告诉他们 我 我请你吃桂花糕 那我要两斤 好 你得保证 以后再也不准这么说了 不说了不说了 走 买桂花糕去 你赶紧 你赶紧 明兴 没有 怎么还是不太开心呢 朱内军生病了 怎么会生病 他去叶家 找叶善群收他为徒 在大雨中跪了几个小时 朱内军竟然为了学艺 下跪于中国人 而且还受到了 这么冷酷的拒绝 朱内军是不知道 叶魏两家 对我们日本人的仇恨 事实上 我已经劝告过他 但他就是这么固执 我必须尽快拿到药方 帮朱内军出口气 惠子 你也别太着急 我是替朱内军着急 我已经想过了 我要完成大佐的这个命令 就是要拿到 金创伞的药方 而朱内军 只要有了这个药方 就可以挽救他的家族企业 这是一举两得 所以 我必须完成这个任务 惠子 即使你拿到药方 你也不能交给朱内军 山本大佐 是不会要你这么做的 师兄 我都已经计划好了 等药方拿到了手 军部会需要药厂 来生产金创伞 我会向大佐 推荐竹内家的药厂 来中国开厂 生产金创伞 这样 不仅我们皇军 有了很好的疗伤药 朱内家的家族企业 也可以东山再起 惠子 你忘了 朱内的父母 当初是怎么对你的了吗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但是今时不同往日 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惠子 而朱内家也不是什么名门妄族 他们已经没有什么资格 再瞧不起我了 只要我拿到药方 我就是朱内家的大恩典 到时候 只有我瞧不上他们 而且 我还要把整个家族的权利 掌握在我的手中 好 师妹 但是我们现在要拿到药方 还有很多阻碍 最大的阻碍 就是那个蒙面人 当初蒙面人 也穿我们道场 他抢走了 我为师父准备的骨剑 着实可恨 但是 也说明了一件事情 他的武功 远远在你我之上 而且他现在 处处帮着叶魏两家 不过 也有一个好消息 之前传言 叶魏两家互相帮助 有和好的妙头 现在外面传言 魏家是叶家的恩人 而且传得很难听 以叶善群的性格 他肯定不服 我看这两家要和好 是不可能的事了 这对我们来说 太有利了 我解决了 叶魏 是个已立场 把这一切都在 无所要 这件事 忍递 我村子 不许 我村子 你在外面都胡说什么了 爹 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了 什么意思 现在外面传言 说叶家药房重新开张 是我们魏家帮了人家大忙 你还在外面说 说我们魏家是叶家的大恩人 你是不是还跟人家说 叶家拿出药来去振灾 是我给叶家出的主意啊 爹 这可是事实 你是不是还跟人家说 幸亏你师爷爷 把伴长药房和武馆留给了我 要是给你二师叔 那就败光了 魏七番 你又不是不知道 叶家药房出了问题 那都是日本人在背后搞的鬼啊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你 现在我们家和叶家的关系 已经这么紧张了 你还说这些 传到人家耳朵里头 人家还不嚼舌头去你 爹 七番年纪还小 我想他不是故意诋毁二师叔的 你们看吧 要不了多久 这些话就传到你二师叔耳朵里头去了 你二师叔的脾气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他肯定暴跳如雷 火冒三丈 与其让他听了以后 等门来找我 还不如我先去向他解释 洪生 现在正是风头火势 你都听说的这些事情 二叔肯定也听说了 你现在去 以二叔都抱脾气 你就算是有理 也是说不清的 不如等事情淡一些 你再去好好说 秦凡 到时候 你给我一起去 请二师叔解释 是啊 对了 还有 你们 全都听好了 轻敲行事 一不小心 就会惹麻烦上身呢 是要好好练武 但是你们要学会自律 凡事谨言慎行 听见没有 是 是 师父 大点事 是 爹 外面的人真这么传 你都不出门 你当然什么都不知道了 外面已经传得 沸沸扬扬了 说你叶善群 是叶家的败家子 叶家都败在你手上了 还说 他们魏家 是我们叶家的大恩人呢 没有魏家就没有我们叶家 还说魏洪生 一而再再而三地帮我们 那 吴管 要防 没有他的帮忙 早就不存在了 哦 还说呢 说你叶善群 离开了魏洪生 狗屁都不是 这些话是从谁的狗嘴里吐出来的 谁说的呀 还不是魏洪生那小儿子 魏启凡在茶楼门口说的呀 他魏启凡怎么会这么说呀 那还不是魏洪生和范小玉交的呀 娘 这都是谣言 启凡怎么会这么不懂事呢 再说 大师伯怎么可能 让启凡说这些话呢 哼 无风不起浪 魏洪生他是救过我几次 现在闹得尽人皆知 这话肯定是有人说出去的 就是嘛 他魏洪生要做好人 又放话出去 他什么意思 他就是要让我们叶家 以后一步一步都不能离开魏家呀 不然别人会指着我们的脊梁骨骂我们 忘恩负义 以冤报德 他这一招真的是毒辣呀 那以后 我们不就成了软柿子吗 任他们魏家 系对欺压 一步一步得寸进尺 就是吞了我们的药房和武馆 都不会有人说闲话的呀 这个魏洪生 就是个白眼狼 他就是想让我们在苍州 无法立足 娘 你别生气了 不过是有些人闲着没事 在茶余饭后瞎说的 别理他 傻丫头 你们两个 胳膊中总是朝魏家管 你们是姓业还是姓魏呀 善群啊 他们魏家欺人太深了 我不能坐视不管 找他们理论去 闭嘴 我身正不怕影子邪 这件事 我自己去查个清楚 娘 喝水 诸位 下个月十五 就是苍州三年一度的武术擂台赛了 这苍州啊 又有热闹桥了 这王年哪 由叶总授劳师傅在 踏制藏咒无数戒指妞儿啊 这如今叶劳师傅不在了 今年的累待在 可是有看头咯 依我看 这最好的看点 就是叶魏两家的争斗 这还能有什么悬念呢 那肯定是魏洪生营啊 诶 你这话我赞同啊 诶 没听说吗 这叶散亲切字啊 其实就是一欢库子弟啊 秃有许 诶 早些年 要不是魏洪生傍衬的 他那个药房和污馆 也早就惯葬大鸡了 还是叶神做的对啊 把药房一分为二 把神仲武馆 交给了魏洪生 那是 要不然 这武馆和药房 就逗给白逛了 叶老爷子 一辈子的信血付诸 动流不说 他老人家 只会是死不明目 还好 叶老爷子 永远见哪 其实啊 说实话 叶善君 不算是坏人 就是不讨而喜欢 这共识不行吧 脾气还笨糟 葬口就骂人 去拘手就打人 就会所骂 就会所骂 我打死你这兔崽子 我打死你这小兔崽子 你再说 叶师傅 你请坐 你请坐 叶师傅 你再说 我们各有几个扯肚子 你千万别介意 叶师傅 我们真不知道 您在这里 叶师傅 您吃块点 叶师傅 哎呀 叶师傅 能处啊 我们还夸您 拿药真在 是个大好人 我们说的正经性的时候 为启凡 这小子跑过来说 是魏洪胜 帮你们叶师药房 处的主意 要不是魏洪胜在 你们叶师药方 那就看不起来了 就是他说的 小兔崽子 在背后这么诋毁我 都是这个小畜生放的话 魏洪胜 你帮过我也帮过你 我们互不相欠 可是你只记得自己的功劳 只说你是我的恩人 让我在苍州颜面扫地 太卑鄙了 我就随便说说 爹生我们大七个 是你不这样说 你就别说呗 我不说了不说了 我一起来 你给我站住 二师叔 你别叫我二师叔 我看你们问一下 早就毫无瓜葛 我问你 你为什么到处 诋毁我说我的坏话 是不是你爹教你的 二师叔 坊间那些传闻 都是无中生有 我从来都没有诋毁过你 你不要误会啊 误会 男子汉大丈夫 敢做不敢当 卫红生就生出你 这么个脑肿 二师叔 您相信几番 那些话 全都是以讹传讹的 他绝对没说过 得罪您的话 您千万不能信啊 我已经问过 茶楼的茶客了 这么多茶客 都亲耳听到 你这个小畜生 在背后放狗屁 你这么小的东西 就血口喷人 今天我不教训教训你 我就不行业 二师叔 您可别动手啊你 你给我拉开 要不然我连你一起打 二师叔不能打 你打我 打我吧 你让开 二师叔 你给我让开 二师叔不能打 你给我让开 别让我为难 就是啊 小畜生 你再诋毁我的声誉 我见你一次 就打你一次 慢走 慢走 行了 行了 散了 散了 怎么样 几番 没事吧 怎么样 几番 有没有受伤 小兄弟 你受伤了 好 Zug 呢 给你上次 你怎么会认识一个日本女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他魏家派出魏启明或者刘宝萍 那么我上磊台 岂不是让人家说我欺负晚辈一笑大方 你是夜市武馆的继承人 你代表夜市武馆上磊台 那是最合适的 爹 您是说启明也会上磊台 很有可能 正男 你要记住 您是你爷爷的嫡孙 为了夜家的名声 为了夜市武馆 你一定要夺到泪主 这些日子 你要好好练武 今天我就见过那个杨世轩了 他确实在调查 那个蒙面侠的行踪 不过 因为最近蒙面侠 没有出来过 查起来比较难 让杨舅长继续调查 这个蒙面侠是心腹大患 一天不除他 我就一天不安心 惠子小姐 请放心吧 杨世轩已经表态 他会尽力查到 这个蒙面侠的行踪的 中村君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拿到金创伞的药方 而我们现在进度实在是太满了 我已经没有什么耐心 再等待下去了 惠子小姐 是不是山本先生那边 已经开始催了 山本先生那边 我会极力应付 你只要按照我的意思 尽快拿到药方就好 我分析了 这叶善群和魏鸿生呢 是一帮老顽固 比较难对付 但是中国有个传统 祖上传下来的东西 会传给下一代 也就是说 这个药方 会给他们两家年轻人 传下去 对付两个年轻人 那就容易多了 你说得对 我也有这种想法 我最近刚认识了 魏家的小儿子魏启凡 相信用不了多久 他就会是我的一颗棋子 魏启凡 看来惠子小姐盯上这个魏启凡了 她呢 是魏鸿生和范小玉的独子 这两个人对他们的独子是疼爱有加 这时掌握了这个魏启凡 对我们能拿到药方 是有大大的好处的 不过惠子小姐 对于控制这个魏启凡 你有多大的把握 魏启凡就是乳秀胃肝的臭小子 傻乎乎的 他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爹 是不是苍州武术协会送来的帖子 没错 三年一次的擂台赛 下个月就要开打了 他们是想请我上擂台啊 师父 您上擂台的话 那肯定是泪主 对 没错 您肯定是泪主 肯定是 泪主 当年师父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 我已经代表我们神州武馆 上过擂台 而且拿到了泪主 我不想再上擂台了 大擂台 就是为了让大家交流武艺嘛 所以应该把机会留给你们这些年轻的一辈了 对 爹 让我去参加吧 金明啊 你为什么想上擂台呢 因为我想得泪主 因为我想证明 虽然师爷爷去世了 神州武馆 依然是苍州最好的武馆 我们这些师兄弟 不会让师爷爷失望的 我还想向二师叔证明 我们魏家 不比他们叶家差 对 没错 大师兄说的对 没错师父 师兄是我们这儿武功最高强的 如果您不去的话 他就是最适合的人选 对对对 我哥最合适的 这次的擂台赛 我们神州武馆不参加 我不会派任何人去的 爹 这是为我们武馆扬名列外的好机会 为什么放弃啊 我自有我的道理 当年你师爷爷曾经对我说过 练武不能为了名利 如果为了名利去练武 只能是走火入魔 对你们大家也是如此 所以我现在只希望你们好好练武 不需要去整什么泪珠 养什么名 再说了 得了泪珠又怎么样呢 只是个虚名而已 所以 只要大家平时认认真真 踏踏实实地去练 有没有进步 心中自有标杆 我宣布 不 急你的擂台赛 我们神州武馆不参加了 啊 这 不是不是 爹 用这么好的武功 是啊 那可惜 我爹就这么放心了 不参加了 不可惜 不参加了 我认真过来 我曾经认识 你必须 应该能招待 不得了 我真的摇 Judge 无恋得再好 谁看得见 师兄 你别这么说 师父刚才不是说了吗 标官在心中 咱们自己知道不就行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还不了解你 你不让齐明去参加擂台赛 是不是为了二叔 你想把擂主让给叶家 是不是 我知道你用心良苦 师父把神州武馆交给了你 要方也给了你一半 师父对你这么好 留给你的东西多过了二叔 所以你总觉得 亏欠了二叔 是啊 这武馆 这药方 本来就应该是二师弟的 可是师父却给了我 师父对我也太偏心了 难怪二师弟 心中不服啊 Shiv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